季鳳梨之後大陸又宣布禁止台灣的世家還有聯屋輸入 農委會緊急的反召開了 這記者會來反擊 質疑這項措施是充滿著政治意涵完全無法接受 同時也宣布將砸10億元提升著內外銷的措施 來搶救世家還有聯屋的市場 在時事評論員謝寒冰的痛批 農委會根本就是犧牲農民的福祉 來成就自己的衝動意識形態 繼鳳梨之後大陸無預警宣布禁止台灣世家與聯屋輸入 農委會也隨即反制將比較鳳梨砸十億救世 還向大陸下脆口通牒 9月底前不回應就要向WTO提出訴訟 你有辦法報復人家嗎 這個政府不能老是以犧牲民眾的福祉 來作為自己操弄意識形態的代價 農委會統計台灣世家產值四三億聯屋三三億 其中大陸佔比分別為兩成三與一成 但沒說的是從外銷產量分析 大陸市場佔比高達九成五與九成六 可以說雞蛋全壓在一個籃子裡 但陳吉仲竟然預告可能還有續集 不像個部長講的話 台灣人團結的表現 但是你不能把它變成一個日常嘛 由於世家無法外銷日本 鳳梨模式行不通 農委會也呼籲企業大量採購 打造鳳梨世家平台 但國人除了爆滿支持之外 恐怕也不樂見 水果染上政治味 無辜果農成了兩岸犧牲品 接著人家會 王志文 台北採訪報導 還記得嗎 我們把時間倒回在今年的三月 事實上二月底也是緊急的說 因為藉殼蟲的關係 禁止我們台灣的鳳梨輸入大陸 結果九月又有新的禁令 這一次當然點名就是世家還有蓮霧 讓農民真的非常的傻眼 因為台東的鳳梨世家 多達百分之九十八都是外銷大陸的 而高平地區盛產了蓮霧 大客戶不買 農民也是剉雷蛋 根據農委會的統計 要是鳳梨 世家 蓮霧 通通禁止銷往大陸的話 您能想像嗎 一年的產值損失會高達四十億元 台東正值世家產季 農民忙不停 滿地都是世家 包好裝箱還要忙外銷 但卻在中秋前夕外銷大陸被喊咖 讓世家農好傻眼 世家白滿地實在好壯觀 大陸宣布20號開始禁止台灣世家 對台東衝擊超級大 尤其鳳梨世家外銷有百分之九十八 都是銷往大陸 就很傷腦筋啦 因為畢竟原本就是銷大陸占為大多數啦 那如果他們比較的話 就可能要趕快開發其他的市場 台灣自銷的話 有可能產量過多的話 相對的價錢就比較低 就怕盛產期自銷價格一路下滑 大陸官方說驗出藉殼蟲 不只世家 蓮霧也同步被禁 台灣鳳梨從三月被禁 九月一口氣再禁世家和蓮霧 根據2019年外銷大陸的產值來看 這三種水果少了大陸這個大客戶 加起來損失高達四十億 九十幾趴的市場都是大大廚 我們都給大陸掐著我們的脖子 他不要把我們進回的時候 我們農民要怎樣 高坪地區的蓮霧農也受到衝擊 但十二月才開始蓮霧產季 還有緩衝空間 只希望政府別再指揮口水戰 加快拓展外銷其他國家 別人國能只能挫雷彈 這台東高雄走不走